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盡宇 今天是2024年7月31日 星期三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網絡熱話 據報將軍澳有一個屋苑疑似出現了嚴重的保安漏洞 據報保安員沒有問對方的身份 竟然放了一個陌生男子和鎖像 上門爆了別人住戶的門 即是說那個陌生男子不是單位的住戶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講講各大網絡熱話消息 據報有個內地女子來到香港做洗碗工 大讚香港高薪 月讚五位數字 是怎樣的情況他在網上和大家分享 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AM730的最新報道 都會譽將軍澳屋苑疑似出現嚴重的保安漏洞 保安員沒有問對方的身份 晚上竟然放了一個陌生男子和鎖像 上了別人的單位爆鎖 報道的內文提到 有網友在Facebook群組將軍澳主場發帖文說 就說極恐怖 條頸嶺都會亦嚴重保安漏洞 就說夜晚10時半無端放了一個鎖像和陌生男子 上到別人的單位爆鎖並進入單位 各位街坊請注意 鐵文附上一則屋苑管理公司 給第三座一個單位護主通告 內文有關單位的大門被鎖像無故爆開的事宜 管理處在7月15日接獲單位護主要求 要求索取這個事件報告 在7月18日作出回覆 報告就說經管理處翻查相關閉路電視和調查後 發現在7月13日晚上9時45分 有一個年長的男子在屋苑二期的中轉大堂 尾除其他住戶進入屋苑範圍 其後日幕晚上9時54分 第三座的大堂當值保安 在未有核實那個人的身份下 就開啟了大堂的玻璃門 讓那個年長的男子進入第三座的大堂之內 並乘搭升降機前往攝氏的流程 當日晚上10時左右 連長的男子返回第三座五樓大堂 並向當值保安員表示不能開啟單位的大門 要求協助代位打電話 召過鎖帳開門 第三座大堂當值的保安員收到要求後 立即協助有關人士給電話給鎖帳 鎖帳在晚上10時半左右到達 並和那個年長的男子自行到上指單位 另外當值保安主管經理透過對講機 得色有鎖帳到訪單位 於是即時前往上指 不過到達單位的時間 發現鎖帳已經開啟單位大門 經確認過後 那個年長男子並不是那個單位的住戶 所以即時帶了個男子和鎖帳離開單位 而那個年長的男子患有認知障礙症 並已經聯絡他的家人接回他 隨後再向攝氏單位的住戶作出解釋 事件曝光過後 軒離街坊熱烈討論 不少人就說 有沒有這麼離譜 亦都說這樣都可以 亦都說這樣都只是調職 即保安員調職不用解僱 都挺瘋的 如果去了旅行 各賊換了把鎖 就把房子放在房子 搬走的東西都可以 亦都說這裏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 之前都試過不用身份證都可以進入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怪民一則竟然這樣就爆了一個 完全不認識的住戶的鎖 事源因為這個年長的男子患有認知障礙症 於是可能是去錯樓層 甚至有機會根本不是住這個屋苑 而當時跟保安員說 就開不了對門 保安員幫他叫鎖帳來 結果爆了別人的對門 相關情況是有信件作實 因為相關管理公司要回信給那個住戶 解釋事件 相關熱話亦都廣傳當中 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另外亦都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辛蒲江紅車遇到交通警員差牌 退後離開時撞下警察的電單車 報道的內容提到 辛蒲江發生涉及警車的交通意外 昨天下午4時半左右 警福街73號近Mikiki商場對開 一部警察的電單車 同一部紅色的小巴箱撞 事件當中無人受傷 據了解當時交通警員在上指插牌 小巴被插牌過後準備走 不過性留69歲的男司機 退車的時間意外撞到警察的電單車 按發一刻的車鏡片段流傳 見到當時警察的電單車 拍於小巴車尾後面 交通警員就已經下車 疑似指揮附近的交通 期間小巴退後撞到鐵馬 警員隨即折返查看 從現場的片段可見 涉事的鐵馬向右傾側倒地 有警員在場拍照搜證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樣也可以 話說被人抄牌後 那部紅車退後的時間 竟然再撞到那個交通警的電單車 這就糟糕了 估計事件了解當中暫時未知下文 另外也說過這單熱話線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內地女子來到香港做洗碗工為了儲錢 大賺香港高薪 月賺五位數 也說是甚麼原因 自願加班 更加說到後悔是沒有早點來到香港 報道的男人提到 這位內地女子近日在社交平台小紅書發貼文 分享自己現在在香港一間茶餐廳打工 主要負責洗碗和清潔經過 月入大約港幣16000元 她表示由於自身學歷不高 由初中畢業後 就開始輾轉到深圳、上海等城市打工 不過每份工作的薪金都不算高 而且當中有不少不為人知的辛酸 例如曾經被上司言語騷擾 被一些老員工排擠等等 直言付出了汗水 不過得不到相應的回報 為了能夠儲一筆錢回內地創業 說她決定來到香港打工 表示雖然這份工作很累、很辛苦 但仍然因為兩個原因 選擇自願加班、賺多點錢 又說後悔沒有早點來到香港 那是怎樣的原因 首先是自願加班最大的原因 當然是想賺多點錢 她說平日的薪金是港幣470元左右一天 如果加班的話就可以加到10% 第二個原因是她負責夜班 雖然要熬夜 但比起早上做早班的工作輕鬆得多 而且在凌晨多數都是外賣訂單 實際只需要忙3小時 做完工作就可以休息地說 貼文一出 隨即印來不少網友留言討論 有人認為她目標明確 頭腦清晰 鼓勵她繼續加油 又叮囑她要注意身體 不過亦有不少網友看完她的經歷過後 紛紛表示想來到香港打工 又向她查詢在香港找工作方法和要求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相關的內地女子來到香港打工 大賺香港高薪 月賺五位數字 因為她以前在內地城市打工 都沒有試過這麼高薪 令必須相關的鐵文 在小紅書廣傳過後 大批內地網友問她怎樣來到香港打工 不知道這個鐵文會否掀起有很多不同內地網民 特意申請來到香港 因為近日有外勞 一來是餐飲業 還有小巴司機等等 越來越多 這位內地女子的鐵文在網上廣傳 另外亦告過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農場道私家車撼的士 三人受傷 報道的問題到了 昨天晚上10時多 農場道往觀塘方向 近農場道遊樂場發生交通意外 有一輛私家車和一輛的士相撞 網上照片所見 有司機見撞停車協助報警及救援傷者 救護員接報港指 將的士上三名傷者送院至你 意外原因仍在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昨天晚上的農場道又有意外 今次私家車撞的士 傷者送院 暫時未知意外原因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